春秋时代,魏国公子周玉为了使自己当上国君,便采取阴险的手段将他的哥哥魏桓公暗杀了,这件事引起了国内人民的极大不满。 周玉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,借口替先军报仇,用钱收买了宋、鲁、陈、蔡四国,一起去攻打正国。 可是尽管联合了这四国也无法取胜,最后不得已只好撤兵。 周玉篡位之后,对内欺压人民对外出兵打仗,引起了国内百姓的痛恨。 卢尹公见自情形,就问他的大夫仲仲, 你看,周玉的同志能不能成功? 周玉这个人,以仗自己的势力把灾难带给了人民,失去了人民的支持,残暴不仁,滥用酷刑,杀害忠良,失去了亲信的支持,结果会使自己陷于孤立。 正如众中所说的,周玉篡位不到一年,就被魏国人杀了。 后来,人们常引用众叛亲离这个成语来形容反动派已经失去民心,非常孤立。 小朋友们,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个成语故事吧。